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咖啡豆喝完了 挂耳包也喝完了 就连这个速溶咖啡也喝完了 我觉得现在什么都阻挡不了我现在想要喝一杯咖啡的心情 我刚才突然在我的抽屉角落里面找到这个生豆 我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没错 今天我们就是要做铁锅炒豆 不是炒肉 炒前先把瑕疵豆挑 蚕豆 碎豆 贝壳豆 虫竹豆都不能要 小火慢炖 要一直搅 我不停地搅 从绿色变成米色 再从米色变成橙色 再从橙色变成棕色 最后捞出一勺 瞧一瞧 我闻一下 嗯 不错不错 香气够爆 铁锅真是不得了啊 捞出豆子后 水里放上一分钟 让咖啡豆降温 洗个冷水澡 放入捣蒜器 开始疯狂地倒 我倒 哇 终于好了 好累啊 接下来开始烧水了 找了一个煮饺子的锅 水已经废了 下锅 好 第一次用碗喝咖啡 这是不是你人生喝的我的最好喝的一杯咖啡 最特别 最有意义的一杯咖啡 我觉得这个真的 还真的是味道蛮特别的 它不难喝至少 对吧 有你想要喝的咖啡的味道 对 有那种咖啡的味道 还有那种肉桂 焦糖的味道 感觉味道 还是那么一回事 可以 我觉得蛮好喝的 很甜 我觉得跟我们自己平时做的 没什么两样 只不过是粗暴了一些 对不对 味道还是可以的 说得过去的 当你想要自己在家里边 喝咖啡的时候 想要吸收咖啡因的时候 真的 什么都不重要了 用碗喝咖啡也是一种享受 OK 如果这期节目给大家带来了快乐 那希望大家能够点个赞 然后投个币 关注一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 Cheers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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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